大家好,这里是科技微报,我是龙二 在2017年的华为Mate 9发布之后 于晨东就曾放言将在两年内超越苹果 成为全球第二大手机制造商 在当时可以说是虚声一变 大家都觉得鱼大嘴在吹牛 可现在看来华为确实做到了 根据知名市场电源机构Gartner最新出炉的 2018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销量排行榜 华为已经超过苹果成为全球第二大手机厂商 报告指出在2018年的第二季度 全球智能手机总销量达到3.74亿台 同比增长2% 而华为增长迅速在该季度总销量超过4980万台 市场份额达到了13.3% 相较于去年同期的9.8%有明显的增长 而这个数字也成功地超越了苹果 仅次于三星位居全球第二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苹果准备了三款全新的iPhone 华为的Mate20系列也蓄势待发 那么到了第三和第四季度 华为能否站稳全球第二的位置呢 我们拭目以待吧 酷派手机感觉已经消失了很久了 但就在今天酷派官方正式宣布 全新的酷玩7C正式上架口东 并开启预约 根据酷派官方介绍酷玩7C采用了 双曲面炫彩钢化玻璃设计 提供钻石黑极光蓝和保湿红三种配色 黑质方面酷玩7C配备了一块5.5英寸的18B9全面屏 分辨率为1440x720 处理器使用的是联发科的MT6750 前置500万后置800万像素摄像头 内置2500环色电池 提供了3加32和4加64GB两种存储版本 售价分辨定在699和799元 比较尴尬的是 我们看到该机的后置应该是采用了双摄像头 但在参数中却标注后置仅有一颗摄像头 希望只是标注错误吧 不然我一定会以为这是出自拼多多之手的 据了解该机会在9月4日上午10点正式发售 可截止到目前为止预约量仅为148人 怎一个凄凉了得啊 此前有消息显示 HTC即将要发布一款定位中低端市场的新机 U12LIF 现在一款型号为2Q611的HTC新机 现成Gipbench数据库 可以看到新机搭载了骁龙660处理器 内置4GB的运存 运行安卓8.1系统 单核成绩1343多核 则是得到了4897分 这样看来 该机很有可能就是即将要发布的U12LIF了 综合此前的消息来看 新机将配备一块6英寸18比9的全面屏 分威率为2160×1080 前置1300万后置1600万加500万像素双摄像头 内置3600毫安设电池 同时还将支持IP67级别的防水防尘 此外有效一声 该机将外包给ODM厂商生产 但HTC会保留手机的品牌运营和设计 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应该还是节省成本 毕竟HTC目前的移动业务 可以说是非常的艰难了 至于U12LIF能否帮HTC度过难关 目前还不好说 但以现在的情况来看 这台手机似乎没什么吸引力 你觉得呢 今天三方手机品牌AGM 在深圳召开新品发布会 正式发布了旗下最新款的三方手机 AGM X3 在外观上 AGM X3少了一些传统三方手机的粗广 看上去更像是一台普通手机 其配备了一块5.99英寸的显示屏 负面率为2160×1080 屏幕采用了第五代康宁大吸睛玻璃 同时还做了ODLC类金刚石镀膜 以保证强度 在配置方面其搭载了高通骁龙845处理器 提供了6GB或8GB的运存 64或128GB的存储空间 前置2000万后置1200万加2400万像素双摄 整机重量216克 同时支持IP68级别的防水防震 可实现1.5米深的防水 以及1.5米高的防震 该机上市价格定在3499元起步 支持卫星电话的极客版 再次内置了8加256GB的存储 价格定在14999元 喜欢户外或者手机 总是拿不稳的小伙伴 不妨关注一下哦 相信提起特斯拉 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 应该就是该公司的特斯拉电动汽车 但其实特斯拉还推出过 一些生活方式类的产品 比如帽子衣服等等 现在特斯拉又推出了 一款全新的手机无线充电宝 在外观方面 其采用了简约的设计风格 提供黑白两种配色可选 电池容量为6000毫安时 有线输出可达7.5瓦 但无线输出功率只有5瓦 加上无线充电的损耗 实际的充电速度 肯定就非常慢了 这款无线充电器上市的售价定在65美元 约合人民币440元左右 估计买它的人也不是为了它的性能 更多的可能是为了品牌的信仰 和特斯拉的设计买单 怎么样你有兴趣拍一台吗 天上飞的无人机 现如今已经很常见了 能下水浅拍的无人机 相对来说比较少 不过也谈不上罕见 但能做到上天下水二合一的无人机 那真的就非常的罕见了 现在一款名为Swell Pro的无人机 在国外某众筹网站上发起众筹 其整体采用了类似赛车的外观设计 在空中可以实现最快7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飞行 在水中也是可以自如的穿行 据了解Swell Pro的满电续航时间为17分钟 支持1200万像素的静态图像拍摄 以及4K30的视频录制 同时还配备有一套防水的无线遥控器 支持GPS编程预设飞行和多种跟拍模式 该机目前的众筹价格为729美元 为合人民币4970元左右 上市后的价格定在985美元 预合人民币6750元 感谢小伙伴不妨关注一下 好了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散发关注微博的微信公众号 获取更多更有趣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